好了,我跟大家介紹過很多日本一些很特別 遊客未必會去的旅遊景點,是不是?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你搭電車到達站之後 到達後,不可以離開車站的一個車站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上車的這個學建站 它整個月台只有這麼短 因為今天我們上車的這個學建線 它所有的電車只是三輛編成 即是只有三輛車輛 是很短的一輛電車 哦,車來了 咦,這款好像是新車來的 是很短的一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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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春天,Ubisvanda Ubisvanda 這裡一下車,前面已經是海邊 那它是貼著海邊的一個車站 大家看到有很多遊客 今天其實有很多日本人 可能因為今天假期 大家都來了這邊,來到這個站 去拍照 看一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月台車站 是真的拍著海邊 在正個海邊的一個月台 那這一輛就是JR 學建線的電車 在正個海邊 那這個站為什麼是叫做 不可以離開的車站呢 我很快跟大家解釋一下 在這個車站 看回前面的海邊 大家看到那邊 就是首都高速的彎岸線 那邊看到的這條大橋 就是 是學建翼橋 那就是通過去彎岸線的一條大橋來的 那這裡呢 就是關東車站 百選認定站 的海之浦站 那為什麼這裡呢 是叫做 不可以離開月台的車站呢 因為大家看到 這裡 是Toshiba 即是東芝 他們的工廠來的 裡面是 這個車站呢 是為了東芝的員工而做出來的 基本上行日呢 只是會東芝的員工 才會坐車來這個站 去到上班的 那因為今天是星期日啦 那所以呢 就沒有人上班的 那這個就是因為呢 這裡是東芝的工廠來的嘛 所以這裡除了東芝的員工之外 是不可以在這個站裡離開月台的 那我們現在呢 走進去的地方 是一個公園來的 那這個公園就是跟月台連在一起 所以呢 普通的客人呢 都可以進去裡面的 那這個公園呢 就叫做海之公園 海之公園 海之公園 我們回程呢 應該就是坐1.56分的這一班車 還有大概 十幾分鐘 然後開車 我們不要錯過了 要不然的話 之後要再等多 一個半小時才回去 那這個看出去呢 除了可以見到 外面的首都高速的彎岸線之外 那也都可以見到這個 東京的火力發電廠的 東京的火力發電廠呢 原來以為就是那個 如果大家來到這個車站的話呢 就算你是不會離開 不可以進去裡面的嘛 但是你也要嘟一嘟出場 然後呢 再嘟一嘟 入場 這樣才可以再上車的 如果不是就等於沒有買票坐車 OK 如果大家來這個位置呢 那就記住了 要嘟兩邊 這個公園呢 這個公園呢 其實是非常之小 就拍著東芝他們的工廠旁邊的 那為什麼呢 大家知不知道東芝這間公司的傳名是什麼呢 東芝以前是叫做東京芝浦製作所 東京芝浦 我們現在身處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身處這個地方是叫海芝浦嘛 那它呢 東芝就是發跡在這個地方的 前面見到的一個就是東京電力的發電廠 在環濱的火力發電廠 回程 那些人已經不見了 因為大家都要準備呢 是上回同一輛車 回去學建站那裡 如果不是的話 要等多九十分鐘 才可以上到下一輛車 我們在很遠那邊看到的呢 是環濱那邊的Bay Bridge 在它下面就是很出名的大黑停車場 那就是在那一邊的 在車站月台這裡也寫得很清楚 如果你是在這裡 就算你是不離開這個月台也好 你都要堆卡 出場入場 如果不是呢 就會變成了這個不正坐車 即是等於不買票上車 所以這個上車之前記得 要堆一堆個出場 再堆一堆個入場 那之後才做好上車 我們回來學建站 是時候要拿回車了 哇 今天的車費應該很貴 我們是不是三部車 什麼呢 現金 一千九百八十元 Holy shit 今天我們這段影片虧錢了 虧錢了 好了 今天這個就跟大家介紹 到了一站之後 除了公園之外 你是不可以離開車站範圍的一個車站 在日本全國來說 都算是幾少見的一個地方 但是因為到了之後 真的除了公園之外 就沒有什麼其他東西的 所以我相信大家 看了我這條影片之後 你想去的話 可以去的 但是我相信絕大部份的遊客 都不會去這個地方 不過今天這條影片 很簡單跟大家介紹了一個 這麼特別的地方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 記得下面留言說 如果大家還沒訂閱我這個頻道 記得訂閱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跟大家見面 我們下次見 拜拜